大家好 我是廷哥 今天是9月28號 欸 今天教師姐 各位如果是老師的話 祝各位老師教師姐快樂 送給大家三則科技五報 我們來看第一則 那個Netflix 2022年的前兩屆 應該都損失了120萬用戶 其實這個流失率還蠻高的 然後他希望在第三季度 可以增加100萬的新用戶 不過根據有外國有調查 針對1000個美國用戶做出回應 有四分之一的用戶計畫 在今年取消Netflix 昂貴的價格是取消訂閱最大的主因 然後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都有提到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Netflix的基本訂閱 在2022年1月首次上漲11% 他的標準跟高級的計畫版本 同期也漲了20%和25% 那目前美國最受歡迎的 八個的串流媒體裡面 Netflix是平均價格最高的 那我三層受訪者說 因為價格太高 他也會跟家人朋友去分享帳號 那除了價格以外 其實用戶他有提到 兩個關鍵缺點 三分之一的用戶 他是說 因為Netflix上面已經沒有他想要看的節目 然後有三層的人是說 其他的串流媒體也不錯 所以他們也不想看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串流已經大戰了 真的影響到Netflix 所以Netflix加油了 看第二則 LINE的聊天室的備份啟用碼 全新的功能正式登場了 那這個功能是 適用於手機的LINE的APA版本 是2.13.0的這個版 含以上 那使用時機主要針對說你的手機遺失 然後手機故障的時候 可以在新手機 可以復原最近14天的聊天紀錄 另外如果你要換手機的時候 是要跨系統裝置 比如說Enjoy換iOS 或iOS換enjoy 也可以偷這機制 在新手機 可以復原最近的14天的聊天紀錄 那如果你是同系統換機的話 LINE的官方有表示說 在設定的備份啟用碼後 就可以直接復原 我剛說的14天的聊天紀錄 同時也可以復原先前 已經備份在iCloud Google Drive 那個雲端硬碟上的歷史的聊天紀錄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的話 老實說可以幫到一些人 因為很多人一直很怕說 你在LINE轉移的時候 會有移色狀況 尤其是在跨裝置 備份啟用其實是蠻不錯的 我最近如果要換新機的時候 一定要用 看第三者 有人在微博透露說 他有個顧客 買了iPhone14 Pro Max的深紫色款 才兩天他用那個尼龍刷去清洗被蓋 導致了刮花 然後就跟他投訴 然後他看了你照片以後說 這個不是刮花耶 這個是背蓋的表面的那個磨砂層 好像脫落了 然後露出下面的玻璃 那另外有一個他的粉絲 也有說有相同的情形 不過他拿的是iPhone14 Pro 那顏色一樣是深紫色 因為iPhone的玻璃 是AG工藝的那個瑕疵所導致 他解釋 iPhone的磨砂背蓋做法 和其他的安卓的機種的AG工藝 有些不一樣 因為他說iPhone在玻璃上噴陶瓷珠殺 屬於物理性的AG工藝 所以我們用戶摸一下 Logo亮面 與邊緣的磨砂區 會感覺磨砂區域 高出了玻璃一點點 其他很多手機的AG磨砂 是採用化學融科的 通過腐蝕玻璃 達到磨砂的效果 所以這個磨砂區域 會低於亮面區域 因此他說這兩台 如果有出現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應該屬於工藝上的問題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他有建議 你趕快去蘋果的原廠 進行一些售後服務 趕快去換機 我說知道 因為通常第一批 問題可能會多一點點 那我覺得接下來 像如果你想要買Pro的話 等於是已經第二批第三批了 我相信這種問題 應該會越來越少 我們今天晚上有影片喔 今天晚上影片非常精彩 晚上影片見 在下面影片 前面影片 關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